剧情冷淡,颜值不出众,演技让人不舒服,杨子这次彻底翻身了,他的新剧《陈欢记》在央视八套火热播出,这部剧改编自艺术的同龄小说,自开派以来负面声音纷纷而至,然而杨子凭借实力狠狠回击了那些质疑他的人。 一,就目前播出的情况来看,《陈欢记》的剧情问题争议最大,毕竟有原著作基础,电视剧无疑面对更多挑战。 这部小说1996年出版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香港,女主生活拮据只能住在政府的连租房里,而电视剧则将背景改为现代上海,女主居然有了自己的房子。 此外,人物设定也发生了变化,剧中男主姚志明非常宠爱麦陈欢,而小说中麦陈欢的爷爷却因其一太太陈淑珍的阻挠,使得女主一家陷入困境。 这样的改编让网友们找到不少槽点,比如女主为何选择那么拥挤的居住条件,而不是租一个更好的房子,难道真的是为了引发争议,尽管情节上有所争议? 但电视剧开头就说明了麦陈欢的工作地点离家很近,甚至能看到东方明珠位置相当优越。 如果麦陈欢选择在公司附近租房,那将是一笔不小的开箱。 姐姐麦陈欢自然有自己的房间,这也很合理。 尽管如此,杨子仍然遭到了严厉的批评。 二,许多人抱怨她的脸部显得僵硬,演技总是雷同,呼吸让人尴尬。 所有的负面评价分支塌来,难道说她在剧中的表现真如此糟糕吗? 岁月带走了人们脸上的胶原蛋白,杨子也不例外,自然有人指责她丑。 但这忽视了麦陈欢的角色设定。 麦陈欢出登场时已在职场打拼多年,与刚毕业的小女孩显然不符。 关于演技的指责在她沉迷后便屡见不鲜。 她一直以来以枯息渐长,能让观众与她共情。 她的情感表达深入人心。 在《诚欢记》中,杨子又一次展现出非凡的演技。 面对新家亮母亲的冷漠,她含泪忍耐,深刻传达了麦陈欢的委屈。 剧中配角的演技同样不容小觑。 三,例如麦陈欢的母亲刘婉裕。 个性计较,没有边界感,还爱狭掰。 她不断地追问女儿与男友的关系。 这样的角色一旦演绎失败必定遭受批评。 但何赛菲将这个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。 麦陈欢的母亲因此成为了许多母亲的缩影。 牛俊芬饰演的新家亮是个享受麦陈欢照顾的富二代。 但她一直隐瞒着自己的身份。 她的角色虽然底色充满渣男气质。 但牛俊芬成功将她演绎成一个天真的大男孩。 让观众对她又爱又恨。 杨子的努力显而易见,此剧的配角们也各具特色。 比如弟弟麦陈枣,虽然样子天真无邪。 实际上已经27岁。 还有好闺蜜毛永新,她那一头卷发吸引着无数目光。 剧中情节虽不无缺陷,但整体情节还是比较扎实。 男主姚志明与麦陈欢的初遇虽有些老套,却仍然合理。 然而之后一些情节的安排显得刻意。 为了制造冲突而设置剧情。 尽管如此,陈欢剧整体上优点多于缺点。 与传统都市职场剧不同。 深刻探讨了自由、爱、自我与独立。 目前,这部剧的表现十分亮眼。 开播即夺得收视率第一。 杨祖再次以事实回应质疑。 演员需要凭实力生存,心情努力才是唯一的通行证。 马依黎曾说,演员弱想立足。 至少必须有三部爆款剧。 杨祖从出道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